写给年过六十的你,请提前想好这两条后路,一面完景凄凉 人过六十,一路风风雨雨,该经历的都经历了 到了这个岁数,我们对人生、对生活已经有了非常透彻的认知 不再懵懵懂懂,跌跌撞撞,也不再热情洋溢,心情烦躁,心态逐渐变得平和、安详 年轻的时候我们有太多放不下的执念 生活让人感到迷茫,事业让人头痛不已 家庭的重担也压得我们喘不过气 到了这个年纪,不再为养家糊口而劳累奔波 孩子已经成家立业,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稳定 甚至有了一笔不小的积蓄 按道理来说,到了这个年纪的人,心里已经没有什么负担 该进的义务已经完成,本应该一样贴年 但是因为很多人没有提前规划好自己的晚年生活 措手不及,感到迷茫,最后弄得完景凄凉 所以为了能度过一个幸福的晚年,不让生活过的一团招 这个税数的人应该在年迈之前就提前规划好这两条后路 第一,提前想好以后的养老问题 养老一直是热点话题 这是每一个人必须要经历的阶段 曾经的我们总觉得这个问题离我们太远 所以抱着无所谓的心态 但是人到了60岁,就应该好好规划一下 养老问题包含的内容很多 比如老年时期的生活开资,住宿等 年轻的时候我们对于金钱没有什么概念 花钱也毫无节制 但是到了一定岁数后,就不得不提前给自己存一笔养老金 等到我们失去劳动能力的时候 生活方面才有保障 虽然说养儿防老 父母到了年事已高的时候 有子女承担散养义务 但是现在的年轻人生活压力巨大 要维持自家生计都比较困难 作为父母的我们也不忍心加重他们的负担 所以要保证自己没有经济收入的时候能致时其力 就不得不提前为自己存一笔养老金 除了经济方面,我们还不得不提前考虑住宿问题 有些父母和孩子生活在一起 但是年纪大了,和年轻人的生活方式越来越格格不入 于是我们就想到了一边去生活 如果将来打算和侄女分开住 这些问题就不得不提前考虑 第二,提前安排好晚年空闲时间 到了这个岁数 侄女已经养大成人 肩上的担子轻了不少 但有一部分人又继续承担起照顾孙子的责任 每天买菜做饭 接送孙儿上学放学 打扫卫生根本忙不过来 但有那么一部分老年人单独生活在一边 也不用承担照顾孙儿的义务 一天24小时 除了吃饭睡觉 剩下了一大把闲暇时间 如果不安排好 生活会觉得特别难熬 人一闲下来也难免胡思乱想 弄得心神不宁 所以不如提前想好 如何打发这百无聊赖的空闲时光 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 去报一些老年学习班 比如学学书法 练练太极 种种花草 认识一些和自己有共同爱好的朋友 或者没事去跳跳广场舞 锻炼身体也丰富生活 何乐而不为 人生冲中几十年 年轻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背井离乡 为养家糊口努力打拼 到了60岁 该放下就放下 我们已经为人侄女尽到义务 接下来时间 好好规划自己的晚年生活 该安心享福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